为了关心地方农林路面改善工程 县长林明珍会同议员许舒霞及公务处的同仁 会看陆古乡、初乡村、秀丰村等多处路面改善工程 林县长指示公务处尽速赶工以保障农民安全 农场运输更加的便利 县长林明珍会同议员许舒霞以及公务处同仁 会看初乡村古迹农路、秀丰村线新农路等路面改善工程 秀丰村线新林道以及永农村交离农路 都是损农主要出入道路 每逢大雨凌凌难行 逐损无法采送运出造成损农的损失 需铺设PC路面改善 以利通行安全以及农产运输 县福将尊德台大实验领馆树统一之后 尽速设计发报 林县长表示 为使农民有安全运输的道路 县福会积极筹筹费尽速改善 六国乡 英隆村刷针这条三级道路 这条三级道路可以说 差不多二三十年来 这些路面都无空 里面我们的孟宗族 这些纯顺 这些纯顺都很多 告诉我们路上的桌子 这条路就无法走 这些纯顺就无法走 这些纯顺就无法去滚 照顾农民 但是中央提拨政会几乎凌 几乎凌 所以我们县政府还是要想办法 来筹筹大概将近两百万费用 来把这条路控控 让我们这些农民进出 可以更方便 更好惊 许一元表示 林县长就任之后 积极改善危险农入 让农民更安全 更便利 这样的行政效率和苦民守苦的用心 受到乡民的肯定 这些农民在我们开阶之前 你看看这些农民进去 这些完全都没有空过 这些造农的农民也非常多 在这些出入 那个雨季的时候 这些农民都要挂在哪里 这些可以行驶 所以农民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因为要花一些钱 真的是跟生命拿着在开玩笑 这样子 所以在这些农民来到现场 这些农民也非常放心 因为农民我相信 它是一个真的知道农民的肯 知道农民的需要的一个好农民 所以在这些 拜托我们的县长 真的是可以尽快来提拨经费 给我们做好事 我相信这些刺激我们的农民 它才有一条安全的一个道路 林县长也特地前往文昌国小 了解运动场现况 并了解学校教学需求 在听取校长邱立芬简报之后 指示校长 学校如有需改善的教学设施 可提出计划承报教育处 向中央争取经费改善 比如说明文昌国小的学校 或设计划承报教设计划承报教会 你只能处理一下 再说明文昌国小的学校 个学校的学校 也应该是在实际上 还可以尽快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